说自己丑人 其实等于出来大家好 我是丑哥 今天咱们来说一部由安吉丽娜朱丽主演的高智商犯罪电影 名叫激动杀人 连环杀手旅旅作案 却逍遥法外二十年 将警察玩弄于鼓掌之间 废话不多说 大家摆我自食拿瓜子 电影马上开始 话说这是1989年加拿大的某一天 16岁的马丁离家出走 在路上他认识了一个同样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年 名叫马特 马特风趣幽默热爱音乐 两人有说有笑 很快就成为了朋友 但就在此时 租来的老爷车突然爆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马丁显得手足无措 但马特却安慰他不要慌 车里有备用轮胎 换下来就可以 马丁静静的看着马特 再看看远处急吃而来的汽车 难难的说了一句 你和我的身材差不多 话音刚落 一脚踹向马特 马丁看着这场车祸 嘴角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汽车司机当场生死 马丁进去路边的石头 将马特的脸砸得面目全非 随后带走了马特的证件 和随身物品 哼着小调走在无人的野地里 开始以马特的身份生活 转眼间19年后 这一天 一名白发老妇人 惊慌失措的跑来找警察求助 说她看到了自己 死了19年的小儿子 两人仅仅一个眼神的对视 她就确信 那个人就是她的儿子 白发妇人越说越紧张 甚至有些恐惧 她不停的念叨着 自己的小儿子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 但是警察却并没有 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几天后 正在攻击施工的挖掘机 挖出了一具男子尸体 这具尸体被人砍了双手 毁了容貌 根本无法辨认身份 而类似作案手法的谋杀案 多年来连续发生 并且都成为了悬案 凶手具有超强的反侦查能力 警方几乎找不到有用的线索 迫于压力 这一次 局长请来了FBI探员伊莲娜 帮助他们破案 伊莲娜是名优秀的犯罪分析员 是破获此类犯罪案件的行家 此刻 他正躺在掩埋尸体的深坑里 用自己独特的查案方法 亲身感受并揣摩凶手的犯罪心理 和作案动机 他发现了一些之前被忽略的细节 这个坑边角整齐 尺寸精确 正好跟死者的身高相符 他认为此地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凶手在作案前 已经对被害人观察了很多天 研究过他的行为习惯和出行路线 旁边就是自行车道 被害人脚上锯齿状的伤痕 应该就是自行车所伤 凶手在此地挖坑 在合适的时间将其杀害 但此处是一个工地 凶手既然将尸体埋在这里 显然是希望有一天 尸体会被人挖出 伊莲娜看出了凶手的挑衅心理 显然这个凶手非常自信 甚至自负 高智商且心思缜密 一夜无话第二天 警察老都急匆匆来见伊莲娜 昨天晚上九点 一家健身房外面的停车场 又有人被杀 作案手法与之前的案子完全相同 但这一次 凶手只毁掉了被害人的容貌 没来得及砍掉双手 就被一名路过的男子发现 并逃离现场 目击着名叫詹姆斯 经营着一家画廊 背景干净 没有前科 但目前来看 他依然很有嫌疑 詹姆斯因为受到惊吓 有些语无伦次 凶手逃离后 他试图抢救被害人 沾染了一身血 伊莲娜仔细观察詹姆斯的表情变化 故意将凶手使用的脚索 掉在了地上 詹姆斯看到后 瞬间情绪激动 愤怒又反感 他的情绪变化真实不作为 符合正常人的心理反应 伊莲娜认为 可以排除他嫌疑人的身份 只等詹姆斯与胸脚上的指纹对比结果 便能最终确定 而工地上发出的那具尸体 通过颅骨重塑 已经确认了身份 被害人在几周前失踪 而他的信用卡 却在失踪的这段时间 却一直被人使用 依据詹姆斯画出了凶手画像 警方很快就有了线索 一家旅店的老板 认出了画像上的男子 此人在他这里 一次性交了三个月的房租 便再也没有露过面 老板打开房门 伊莲娜和老杜持枪在手 小心翼翼走进了房内 但房内灰身遍布 显然已经有些日子没人住了 伊莲娜余光一扫 在天花板的隔层里发现了端倪 伸手一摸 却突然间掉下一具被毁容的尸体 经过调查 死者名叫爱德华 独自生活没有亲人 但昨天他的信用卡 还在此地被人用过 伊莲娜建议 不要将爱德华的死讯报道出去 既然凶手这么喜欢被关注 那他们就反其道而行 凶手没有达到目的 就会愤怒抓狂 从而犯错 露出破绽 与此同时 詹姆斯的DNA化验结果已经出来 证明他并不是凶手 伊莲娜听后却并不意外 第二天一大早 案子又有了新发现 爱德华房间里的电话记录显示 他曾给一位名叫瑞贝卡的女人 打了二十多次电话 而这个女人 正是之前向警察求助 说她看到了自己死去儿子的白发神 伊莲娜来到白发神家里调查 看了凶手画像之后 白发神却不敢肯定 这就是她的小儿子马丁 十九年前 马丁带走了她的所有首饰离家出走 几天后 她便收到马丁生死的消息 尸体支离破碎 面目全非 她当时太过悲伤 只确认了随身物品 便没有对身份多做怀疑 直到前段时间 她看到了一名男子的眼睛 便确认她的儿子还活着 而马丁还用一位双方他哥哥 名叫李斯 但十四岁那年 为了救落水的马丁而溺水身亡 这件事后 马丁性情大变 变得非常暴力 白发神也受到了巨大打击 伊莲娜发现 家里鲜艳的位置 全都摆放着李斯的照片 而马丁的照片 却只有小小的一张 还被放在李斯照片的后面 而一说起大儿子李斯 白发神便满脸的疼爱 名言人都看得出 白发神更偏爱李斯 临走之时 伊莲娜无意间发现 书家后面有一道暗门 见到老杜之后 立刻让她派人挖开马丁的坟墓 开关掩尸 据白发神所说 马丁的左臂曾经骨折 但棺材里事故的左臂 却并没有骨折的痕迹 显然真正的马丁并没有死 而马丁就是那个 毁人灭目的连环杀手 警方为了白发神的安全 将他安排在了一家酒店暂住 派人保护他的安全 这天夜里 伊莲娜偷偷进入白发神的家里 打开了暗门 暗门后面直通地下室 里面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 根据房间布置可以看出 这是马丁小时候住过的房间 伊莲娜躺在马丁睡过的木床上 看到天花板刻着马丁的名字 但就在他陷入思考的时候 突然间一只手穿过木板 勒住了他的脖子 伊莲娜奋力挣脱 黑衣人从床下钻处 看到伊莲娜掏枪在手 便闪神溜走 回到酒店后 伊莲娜接到老多的电话 他已经跟白发神谈过 白发神根本不知道地下室里有人 伊莲娜看着记上死者的照片 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并挂到了电话 第二天一大早 伊莲娜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除了最近机器谋杀案 近20年来 相同作案手法的案子还有11起 马丁第一个目标是马特 那时候他用车祸做伪装 犯案之后便以马特的身份生活 之后11个被害人都是单身独居 并且年龄逐渐变大 显然随着马丁的长大 他在有意挑选对象 刷了被害人的信用卡 却还按时还款 这说明他在按照被害人的生活方式 继续生活 就像戒居蟹找合适的壳一样 一旦现在的壳不适合他了 他就会找一个新的 而就在此时 警局接到詹姆斯电话 他的画廊被盗 报警系统被破坏 但并没有丢失重要的东西 不像是普通的入室盗窃 伊莲娜在一张纸条上 看到了爱德华的名字 詹姆斯说 这个人昨天打电话来 想要买画 两人约了明晚见面 但是伊莲娜却说 爱德华早已死在了旅馆里 显然这是马丁冒充了爱德华 约他见面 想要对他不利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 让詹姆斯按时赴约 并在他身下安装了监听器 准备抓捕马丁 可詹姆斯在约定的酒吧里 等了两个小时 马丁依然没有现身 他焦躁的左顾右盼 刚一回头 却发现面前不是何时 被人放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几个字 来卫生间见面 詹姆斯暗自心惊 走进卫生间 但是里面就根本没人 詹姆斯感觉 他们完全被马丁牵着鼻子走 心中越发害怕 伊莲娜安慰之后 詹姆斯再贫复了心情 一番谈心之后 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微妙 詹姆斯眼神炙热 仿佛要看穿伊莲娜的心 伊莲娜心中一慌 立刻眼神闪躲 转身离开 第二天夜里 詹姆斯举办化展 警方派人暗中保护 但就在此时 角落里出现了一名男子 冲着詹姆斯摆手 却伊莲娜邪笑 詹姆斯心中一惊 一旁的伊莲娜察觉不对 立刻行动 马丁终于卸身了 但马丁察觉到警察 二话不是破窗而逃 伊莲娜待人紧追不舍 奈何大机上人群拥挤 最终还是跟丢了 伊莲娜暗自恼怒 他们错失了一次 绝佳的抓捕机会 已经打草惊蛇 想要再抓 将难上加难 第二天一大早 詹姆斯收拾行李 准备坐飞机去外地 参加展览会 局长派老杜护送他去机场 但老杜刚提着行李下楼 马丁便出现在詹姆斯身后 冷冷地看着他 詹姆斯反应不及 被马丁斗手掐住了脖子 情急之下 他使出了一招老和尚撞中 击中了要害 立刻争夺出来 大喊救命 老杜闻声急忙赶来 正好看到马丁跟詹姆斯 扭打在一起 与此同时 伊莲娜也开着赶到 但刚一下车 便听到三声枪响 伊莲娜立刻掏枪在手 冲进了房内 等他赶到的时候 老杜已经中枪身亡 而楼下传来起着发动的声音 马丁挟持詹姆斯 开车逃离 伊莲娜二话不说 开着紧追不舍 两辆车一枪一后 急速飞驰 连转红冬加飘移 刚冲上一座大桥 马丁一撞折 只见詹姆斯爬出车外 捡起手枪 对着马丁的尸体连开手枪 伊莲娜发现汽车着火 连帮护着詹姆斯离开 才躲过了爆炸 马丁的尸体被烧焦 彻底身死 局长对詹姆斯的勇敢表现 表示感谢 而伊莲娜完成了任务 也即将离开 当即夜里 伊莲娜刚洗完澡 詹姆斯就找上了门 伊莲娜看门一看是她 瞬间有点小窃喜 只见两人眉目传情 倾到深处便睡在了一起 随后便是一场 无法明说的动作戏 大家不要怪我 第二天一大早 伊莲娜带着詹姆斯来到医院 昨晚动作太大 詹姆斯手臂上的伤口裂开 需要处理 随后局长将白发神请到了医院 需要他最终确认一下 被烧焦的尸体 是不是他的儿子马丁 转身离开 局长等人面面相去 不知何意 等伊莲娜追出去的时候 白发神已经进了电梯 但就在此时 白发神突然听到有人 叫了他一声妈妈 回头一看 詹姆斯正站在他身后 等伊莲娜走楼梯 追下来的时候 却看到詹姆斯浑身是血 已经杀死了白发神 伊莲娜如遭雷击 无法置信 愣在当场 等局长和手下反应过来的时候 詹姆斯已经逃到了车站 再次盯上了一名男子 买了与他相同的火车票 警方收杀了詹姆斯的画廊 确认詹姆斯就是真正的马丁 而车口中丧生的男子 名叫哈特 靠偷盗为生 他将偷来的话 交给了马丁 帮他卖钱 但是马丁前后 签了他八万美元 不愿给他 哈特才一直纠缠他不放 而马丁正是利用这一点 诱导警方将哈特 当成了马丁 那天马丁先杀了哈特 随后伪装成搏斗模样 趁老毒不备 将他开枪射杀 再将哈特的尸体 放在副驾驶 伪装成自己被挟持 最后开车撞上了石墩 制造假象 骗过了所有人 而伊莲娜此时痛不一声 她躲在卫生间 用毛巾奋离地擦着身体 希望让自己擦得干干净净 这一次 她陪了夫人又折兵 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因为她的重大失误 FBI将她开除 伊莲娜心灰意冷 搬到了一处偏僻小镇 几个月后 她的肚子越来越大 怀了孩子 这一天 马丁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伊莲娜想逃 却被马丁拦住了去路 马丁得知她怀的是双胞胎后 开始畅想孩子生下来后 他们的美好生活 她想跟伊莲娜重新开始 却被伊莲娜果断拒绝 恼怒之下 马丁将她打倒在地 用脚锁勒住了她的脖子 伊莲娜分力挣脱 拿起剪刀疯狂刺向马丁 马丁被伤了手 怒火中烧 夺下剪刀 反手一刀 扎进了伊莲娜的肚子 但下一刻 马丁却被伊莲娜一刀反杀 原来伊莲娜根本没有怀孕 她精心布下了这个局 就是要以狡猾的马丁现身 马丁所看到的一切 都是伊莲娜希望她看到的 马丁生死 伊莲娜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电影最后的反转令人意想不到 却非常痛快 母亲对哥哥的偏爱 将年幼的马丁推向了深渊 扭曲了人格 爱恨之间造就了一个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那么你认为 马丁的母亲有没有错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别忘了关注点赞和转发 支持首歌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江湖路远 咱们下期再见